请问一般情况下最小几级风就能带动风机发电 A 3级 B 4级 C 5级 D 6级 B达梯队友也可以帮忙协助的啊 确认呢 好 要你答你答什么 我也选这个 3级那么小啊 人都几乎没啥大反呀 他这个发电的原理是 就是他都说到了嘛 跟飞机的机翼是一样的 他其实是用到一种风流过的一种生力 其实并不需要特别大 厉害厉害 大学生就是不一样 谢谢谢谢 来春雨说说你为什么选3级 我觉得这个风机一般是比较灵敏的 即便是较小的风也能让它发电 这样的话才能最大效率的利用风能这个能量 所以我觉得即便三级也可以 好 谢谢 来 几位老师 这位同学的回答是正确的 三级风呢 大概就是3.5米到5.4米这样一个范围 这个正好对应于风电机组开始发电的这个风速 我们叫切入风速 所以你的回答是正确的 好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A 深山飞鱼队 答对了 加20